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ONDIA在9月下旬的数据显示,2024年第二季度,全球晶片市场收入1621亿美元,环比增长6.7%,比去年同期高出330亿美元, 也比2021年第四季度创下的记录高出了5亿美元,刷新了历史新高。 但是,二季度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市场领导者辉达的推动。 辉达公司二季度的营收,相比2021年四季度高出了180亿美元。 但超过50%的受访公司,二季度半导体营收与去年同期相比,则出现了下滑。 这表明,市场的收入增长并没有被一半的公司分享。 Ondia称,在2021年第四季度和2024年第二季度创纪录的季度跟踪的125家公司中, 超过70%的公司在2024年第二季度的半导体收入低于2021年第四季度。 辉达公司二季度的半导体收入是2021年第四季度的四倍多。 如果没有徽达的爆发式增长,半导体市场将难以达到新的销售记录。 如果不包括徽达的半导体收入,2021年第四季度全球半导体总收入为1558亿美元, 而2024年第二季度的收入则为1382亿美元,下降了170亿美元以上。 辉达在半导体市场的主导地位主要归功于AI晶片需求的爆发, 当然其他半导体领域也受益于AI需求的增长。 比如记忆体晶片公司正在从AI需求增长中受益, 特别是AI处理器所需的高频宽记忆体HBM晶片。 此外,记忆体市场的供需平衡有所改善,也推动了其他领域的发展。 在经历了充满挑战的2023年之后,记忆体晶片市场已经复苏, 季度收入现已超过400亿美元。 Omdia首席分析师Cliff Van Buck在评论最新的行业表现时表示, 顶级半导体公司的规模正在扩大。 2024年第二季度收入排名前十的公司目前占总市场的64%, 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份额,比5年平均水平57%,高出7个百分点。 与2021年第四季度上一个创纪录的季度收入进行比较表明, 市场收益集中在少数公司手中。 在2021年第四季度,前十名厂商占据了57%的收入份额。 在强劲的AI需求的推动下, 辉达继续扩大其市场份额, 目前占全球半导体市场收入的14.8%。 英特尔历来是第一大或第二大公司, 但由于措施、AI市场机遇, 叠加、AMD、辉达带来的竞争, 已经连续第三个季度,保持在第三位。 英特尔在2024年第二季度的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为7.5%, 这是自AMD在2002年第一季度开始跟踪半导体市场以来的最低市场份额。 另外,根据摩根士丹利最新发表的报告称, AI晶片大厂辉达最新的Blackwell构架GPU已经开始量产, 预计今年第四季度有望创造100亿美元营收。 摩根士丹利指出,随着Blackwell GPU进入量产阶段, 大客户的需求将为辉达带来显著的营收成长动能, 而规模较小的客户,对采Hopper构架的H200需求也见增。 预计今年四季度,Blackwell晶片出货量有望达到45万克, 有机会创造超过100亿美元的营收。 摩根士丹利坦言,辉达正在解决GB200伺服器机柜面临的几项技术性挑战, 但这都是新品发售前常见的除措过程。 而H200需求依旧非常健康, 主要是受到主权国家AI项目规模较小的云端服务商持续扩张产能的影响。 不过,近日有传闻称, 美国可能会在今年10月对半导体出口管制政策的审查中, 实施额外的限制, 可能将包括决定禁止挥达H20晶片的对中国出口。 据估计,如果实施H20禁令, 挥达在中国可能将会损失高达120亿美元的收入, 这将对该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可持续性造成巨大打击。 如果该消息均属实的话, 那么Blackwell晶片今年带来的营收增长 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H20被禁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摩根士丹利另一调查显示, 台积电决定将CoOS产能扩张 从2026年提前一年到2025年, 主要是来自客户的强劲需求。 台积电原本计划, 在2026年扩大CoOS产量到每月8万片。 目前来看, 该目标在2025年底就可提前实现。 台积电新购买的群创厂房, 代号AP8厂渴望加入生产行列。 大摩的基本假设是, 英特尔将继续把个人电脑、 PC中央处理器、 CPU及Lunar Lake 及其下一代为外给台积电的三奈米制程。 大摩仍无法证实这一点, 但无论如何, 基于AI晶片的强劲需求, 大摩预估台积电的300米产能 将由今年的9万片 扩大至明年的12万片。 至于2奈米, 据台湾自由时报9月下旬报道, 台积电位于高雄的首座2奈米晶圆厂 即将完工, 半导体厂物相关供应商 已接获台积电的通知, 预计今年12月起展开设备装机, 按照厂物系统, 水电器配管道作业时间估算, 高雄厂试产时间 最快将在明年第二季。 半导体供应链指出, 台积电高雄首座2奈米晶圆厂 P1正加速建厂中, 月产能规划2万片, 该厂区第二座2奈米晶圆厂 P2预计月产能也是2万片, 装机时间预计将在明年下半年到后年初。 相比之下, 台积电新竹科学园区的宝山2奈米晶圆厂 P1进度更快, 在今年二季度已经开始进行设备安装工程, 预计今年四季度或者明年一季度将会试产, 后续的宝山第二座晶圆厂P2 也将于2025年下半年开始生产2奈米制程技术。 根据台积电的资料显示, 其2奈米制程将会采取全新的环绕炸集GAA架构, 与3奈米制程相比, 2奈米制程效能将提高10%至15%或功耗降低30%, 台积电还会逐步升级2奈米工艺。 例如, 相较于N2P制程, 更强的A16在相同VDD工作电压下, 速度增快8%至10%, 在相同速度下, 功耗降低15%至20%, 晶片密度提升高达1.10倍, 以支援资料中心产品。 总体来看, 台积电最大客户苹果公司 预计将会是其2奈米制程的首家客户, 比较2奈米制程初期良率有限, 成本也必然很高。 后续包括英特尔、AMD、 徽达、联发科等厂商也将会陆续采用。 虽然iPhone时期在2025年将继续使用 3奈米改良版的N3P, 但大膜仍预估台积电将从今年的1万片 扩张至明年的5万片。 到2026年, 由于iPhone正式采用, 预估台积电进一步将2奈米扩产到8万片, 3奈米则扩产到14万片, 其中包括美国厂的2万片。 大膜将台积电明年预估资本支出 由350亿美元上调至380亿美元。 未来5年营收年复合成长率 渴望达成15%至20%。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